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全日總結 這一節有Jason跟大家總結一下全日A股和港股的走勢 Jason,你好 Iris,你好 剛才跟你說一下A股 看到內地股市收了市,看到是個別發展 上證指數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下跌 至於兩市成交方面,也看到是萎縮 萎縮7%至5167億元人民幣 看到今天上證指數輕微低開3點後,跌幅不斷擴大 不過之後又逐漸收復失地,最後收報在3036點,微跌6點 至於深圳城市方面,低開9點後反覆向下 但臨近收市倒升,並且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報在10778點,升16點 滬深300指數,收報在3248點,跌13點 至於創業版紙,收報在2273點,升23點 看到會不會目前缺乏一些可以持續升的焦點板塊 大市會不會維持觀望態度為主呢 例如股市,其實最近數一些比較利好的消息 都比較缺乏一些 還有看到人民幣的貶值 今天都看到美金對人民幣穿6.7點 但是對於市況來說,又似乎不是很大的衝擊 反而看到上證,今天雖然回了幾點 但是你計算過去兩三個星期升上來的幅度 其實今天這個回調不算特別大 可能現在市場上還在衝影 一來就說內地的經濟未必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上個星期出來的GDP等等的數據 普遍都對板的 二兩都是看到央行、人民銀行那邊 繼續會有一些流動性的支持 包括有一個易會溝、MLF等等 這些政策都繼續是有一些放水的意味 再加上看到五國務院那邊 都不斷是有一些拼購重組 關於央企合併方面的一個部分是加快的 現在都在傳到能源那邊 包括中石化和中海油有沒有機會合併 煤炭方面是神華和中煤有沒有機會合併 這些都是屬於炒作的焦點 還有看到之前內地方面一些期貨價格 商品方面都炒了上去 都是帶動A股有一個上升 但是你說去到三千點流上要再向上 就一定要有更加多的 所謂利好的基本面 或者是比較好的消息 來支持的 如果你說單憑這些衝勁這些因素 就未必能夠再推市上去 所以現階段我自己看過 上升指數方面的走勢 仍然都是比較窄覆一點 如果未有利好的消息 再出台之前 暫時可能只有三千點左右 就先做一個橫行拉鞦的格局 好的 我們現在轉看看廣故方面 臨近收市 看到恒指的跌幅都有過8點 跌117點 最新是做21674點 但至於國企指數方面 跌111點 最新是做8977點 大致成交是548億 我跟Jason說一下一些不焦點的股份 看到今天表現得比較差的藍籌股方面 有國泰 看到國泰發佈組 就說乘客運載率下跌1.7% 跌幅了大藍籌 好了 看到他就說 兼且說香港機場下個月起 就會收取一些建設的費用 相信對於客運來說 都有些比較不利的影響 貨運市場方面就說有改善 那你對於國泰的前景 你又怎樣看呢 國泰其實都剛剛公佈了一些營運的數據 在6月份方面 雖然客運量按連是有升幅的 但是說那個升幅都只有2.6% 不是說特別高的 因為特別6月份 其實都看回全球 特別你說國內方面的那些航空公司 出來的那些營運數據 普遍的客運量的增長相當之快 反而國泰就只是升2.6% 都比較是令人失望 再加上運載率方面 都是按連有過的下跌 都見到是跌了 大概1.4個百分點 那就是代表著你客運量的增加 都是比不上整體那個機組投放 運力方面的增長 導致客運率的下降 還有都看回 即使現在有些人是搭飛機去旅行的 但是普遍來說 由於競爭都比較激烈一些 特別是一些比較短途小小的那些航線 現時都有很多的廉航是加入競爭 或者很多時候的票價都會做一個很大的discount 令到這些航空股整體的那個票價的收益率方面 都繼續是有一個壓力的 即使你的量是提升了 但是你每張票賺不到那麼多錢 變相對於公司的利潤來說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好 所以你說見到今次這個數據出來之後 還有大家都擔心去到下個月 即使機場方面又收回 之前因為起那個三跑方面要收那個建設費用呢 那旅客方面都要承擔幾百元方面的成本 那會不會都因為這個建設費用增加 令到有部份的可能是旅客方面都選擇 暫時不去旅行住呢 那雖然你說影響未必很大的 但是始終都有過的心理因素方面 可能就會令到那個載客方面都會有個壓力 那所以暫時看回你說293那個的基本面 我看得不是說特別好的 特別是說過去一個禮拜都叫做升了那麼多上來 今天做一個調整都相當之合理 那甚至乎你說接下來會不會再有機會跌多些呢 其實我自己看的機會都挺大的 那要留意一下就是下面現在條50天線 說的是11.9左右 那如果你說這些位置站得住的 那問題不算太大 那一旦如果你說這一陣的跌幅是連50天線 甚至乎下面條10天線都跌穿了 那就可能代表著這一陣的反彈 是叫做那一段落的了 好啊那我們又轉看看第二個板塊 就是豪賭股方面 之前德銀就說就是看好7、8月份那個日軍倒收 但是最近野村有出份報告就說 就說就是預計澳門7月份那個博採收入按年 可能會跌6至1乘3 那瑞信又發表報告就說 就是暑假的季節性的回升 又不代表可以改善到行業的基本面等等 那它對於這個行業也是維持一個審慎的看法 那看到今天豪賭股方面 看到金沙和銀魚表現得一般 金沙就收報在27.5毫半 下跌百分之0.7 那至於銀魚方面 更加是跌超過百分之2 收報在24元 那對於這些豪賭股方面的前景 Jason你又覺得怎樣 是的 那看回7月份整體那個賭收 那其實那些大行的看法都不是那麼正面 特別就是說其實在7月頭頭那個禮拜 即是頭10日方面公佈那個日軍賭收 大概都是5.2億的澳門員 那不是特別理想的 那雖然在上個禮拜來講 即是10日打後之後 那個期間就有些好轉 但是如果你說拉勻了整個月來計 我相信按年來說 都仍然是有過的跌幅 大概可能都是跌6-7%左右 那至於你說去到8月份 會不會可以再好些呢 當然因為7月份 頭頭兩個禮拜 有一個所謂歐國杯的因素 令到那個內地一些賭客方面 都可能選擇不去澳門住 那去到8月份的確有個好轉的跡象 那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在8月底來講 永利方面有個新的賭場 永利皇宮就會開幕 那之後就去到金沙方面 巴勒人也都會開 那很多的報告或者 根據之前的經驗都提到 如果你說新賭場開之前 那幾個禮拜呢 通常都會令到澳門那個 遊覽人數方面呢 會有個壓力的 因為有機會 內地的那些旅客 寧願等你新賭場開了之後呢 才再去參觀你那些新的項目啊 新的酒店 那變相就會不會令到7月份 和8月份整體這些 所謂暑假旺季出道來的賭收 未必說真的可以 市場預期中是這麼樂觀 那如果你說 接下來的數據是一般的 那可能對於豪島股來講 都會有一個短期壓力 那但是如果你說 接下來好像你說 銀魚那樣 去再回心小事 去分可能22個領 那你說在那些位買回來 博去第三季有個復數呢 都算是一個叫 直博的策略來的 好啊 多謝Jason這麼詳盡的分析 時間都差不多了 跟Jason做回申報 剛才講過這麼多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多謝你詳盡的分析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會有其他的直博環節